斯洛伐克總理費科遭到槍擊 經過搶救 已經能說話 但是仍然在加護病房 當局表示這起攻擊為孤狼式犯案 嫌犯遭控謀殺未遂 而犯案的動機是不滿 上個月總統大選 與費科同樣都是民粹主義的盟友 當選總統 而這起槍擊案恐怕會引發模仿效應 威脅到歐洲的政治人物安全 遭到近距離連開五槍 斯洛伐克總理費科一度傳出命危 在經過超過五小時的手術後 儘管能開口說話 但情況依舊相當嚴重 目前仍住在加護病房 斯洛伐克政府表示 這起槍擊案為孤狼式犯案 七十一歲嫌犯辛圖拉 被控謀殺未遂 他不屬於任何政黨 但曾參加反政府示威 就是畫面上穿條文上衣戴帽者 犯案動機是因為不滿上個月總統大選 由費科的盟友佩拉格利尼當選總統 新圖拉的妻子當天晚間也被警方逮捕 警方指出槍擊案後以加強監控網路威脅 以及強化議會與學校周邊安全 不過這起攻擊恐怕引發模仿效應 歐洲議會選舉六月將要登場 波蘭總理在社群媒體表示 近日收到多起暴力威脅 比利時則有電台主持人公開呼籲槍殺總理 德國已有多名政治人物遇襲 讓歐洲政治人物安全蒙上陰影 公視新聞正委人編譯